Hello,大家好,我是翠琪,今天针对大家在推特上对我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答 第一个问题,你小时候梦想的工作是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上电视 因为原来小时候经常跟爸妈一起看电视,看电视剧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哇,他们能出现在这个小方盒子里,感觉好神奇啊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就是做这一个工作这样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就是上电视 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我最喜欢春天跟秋天 因为这两个季节,穿衣的受限度不高 就你可以叠穿,你也可以单穿什么都可以 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我父母的话,他们跟我一样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的人吧 希望自己能活得开心 包括我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对于我的教育也好 对于我的愿望也好,期望也好 都是希望我能够活得开心,然后活出自我 你想去干这件事情是吗?那你就去放手去做 然后我们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 就这样 让你感到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开心的事情 可能就是有一天忽然告诉我 我们决定给你开一场演唱会 然后可能我就会,哇天哪,然后就会很开心 你擅长哪些运动? 其实我哪些运动都不擅长 就是我在跳舞中能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我跳舞 我看有些时候看到会有网友评论 就是说,哇,所以其实跳舞的时候就蹦得好高啊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我现实中跳高跳远什么的都很差 但我仅限于我一切的看起来运动好的这些动作 都仅限于在舞蹈里面 我在舞蹈里面,比如说我可以一直跳,一直跳不会累 但是我跑步,我可能跑一两圈我就累了 所以也挺神奇的 我不擅长运动 为什么你的猫的名字是叫年糕? 就这个名字其实不是我取的 因为其实年糕也不算是完全是我的猫 是我姐姐带回来养的猫 然后因为她小时候非常的粘人 所以就我姐姐她们就给她取名叫年糕了 就我是被告知的 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小说 书名会是什么? 书名会是... 涅槃吧 我也想不到叫什么 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 就是包括我的歌曲聊 就我是非常喜欢凤凰的这么一个人 也希望自己活成凤凰 就浴火重生之后 飞翔翔在天空 就希望自己以后能够越做越好吧 希望我的书后面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也希望我后面的故事是非常的耀眼的 请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中文单词 快乐 我可能最喜欢快乐吧 就因为我觉得这个单词只要出现了的话 比如说我会说希望你天天开心 希望你天天快乐 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嘱咐 虽然听起来比较场面话 但是我觉得我能想到最好的祝福其实也是这个 你姐姐是什么样的人? 我姐姐是非常有自理能力的人 就她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津津有条 从小我爸妈最经常说的就是 你学学你姐姐 就是看她把房间打扫的多么整齐整齐 而且归纳的非常的好 我之前就我都很想就是教我姐姐就说 你教教我怎么整理吧 我觉得其实就算她教了我 我可能也收拾不到这么好 因为她在收拾东西啊 包括她很爱去读书 就是一个非常 嗯 静得下心来的一个人 但我跟她就完全是相反 我发现我跟我姐姐就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人 就她是能够静下心来 就默默地坐在那里 倒一杯茶 品尝一个下午茶时间 然后翻开书 去看下午书 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那里的人 我不行 我是非常躁的 我整个人 我下午如果有这样的时间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去跳舞 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去运动怎么样 我可能会去选择这样 如果你能隐身一天 你会怎么做 我能隐身一天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 说实话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而且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天来临 我发现我可能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情 第一我不会干坏事 第二我感觉其实不管隐不隐身 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想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不隐身我也可以去做 对 你会经常去卡拉OK吗 通常会唱什么歌 我经常去 通常 中文歌曲的话 我会去唱抒情歌 然后日语的话 我会唱一些动漫的歌曲会比较多 然后但是因为我的我不太会日语 然后发音不太标准 但是我的好在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介意 我爸妈也不是很介意 然后我朋友还挺喜欢听我唱日语歌曲的 就会觉得哇 就因为很然嘛 你的个人色彩是什么 我猜可能是冬天 我好像是冬天 我记得我应该之前是有刷到过 然后我自测了一下 我好像是冬天 我应该是冬天人 你会演奏任何乐器吗 或者你想学什么乐器 我会演奏一点点架子鼓 但真的是一点点 因为之前其实是有学几节课 然后完了过后太久 就这个东西得一直练 我发现学乐器真的是一件非常 需要恒心 也需要去坚持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话我觉得就我还是能打的 就我可以说啊我会一点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能说我会架子鼓 因为就忘的也差不多了 这个东西真的得不停的去坚持 想学什么乐器的话 我也是很想去学架子鼓 前段时间其实我有跟乐队排练 然后有一个非常出我心的乐器 就是弦乐 弦乐团 然后当时有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当时看他们在拉那个小提琴啊 中提琴大提琴的时候 我觉得就非常棒 非常就很优雅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给我人生重来一次的机会 然后让我回到小时候 我会希望我从小就可以学这些乐器吧 架子鼓跟那个小提琴或者中提琴 但是因为像这种都需要 特别是提琴这种 我觉得需要从小去学 所以我这辈子是没什么希望 但是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还是会愿意去学这个东西的 就这样 以上就是我的Q&A 结束 拜拜